大家好 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 第一处是在耶利米书的46章 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 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 以色列不要惊慌 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 无人使他害怕 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静 却不将你灭绝静静 倒要从宽惩治你 万不能不乏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 神向着以色列明 他就呼召说了一句话 说雅各我的仆人 那么跟着这一个呼召 他后边就有三句话 那么第一句话是在27节那里 就向着以色列人说 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那么第二句话是在28节那里说 我与你同在 那么前面这两句话都是神向着他的百姓 以色列那么说平安的话 说信心里的话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还有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那就是在第28节的结尾那边 那么他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 我倒要从宽惩治你 虽然在神的恩典的里边 一切都是从宽的 但是在他荣耀的旨意的里边 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 雅各是要受管教的 那我们再来读第二处的圣经 是在诗篇的第123篇 一到二节 诗篇123篇一到二节 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向你举目 看啊仆人的眼睛 怎样望主人的手 使女的眼睛 怎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 我们的神 直到他怜悯我们 那我们以为做仆人的 不外乎就是要奋力的为着主人做工 那么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见那些为主人做工的仆人 真是把他自己所有的力量都花进去 是为着主人做工 那么为主人做工仆人是非常勤奋的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诗人在他的祷告的里边 却说到他做耶和华的仆人 有一样事情比他奋力的做工是更要紧的 有一样更要紧的工作 就是他要用眼睛看 那么这个很明显的 这里就是说到做神的仆人 他里边那个生命的性格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只注重做神的仆人 是外边的工作 我们却忽略了他里边有一个生命的性格 诗篇123篇第一到第二节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神的仆人 他里边有的那个生命的性格 我们第三处再来读的是 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第六章的16到23节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诚意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长话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节 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 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 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 就不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公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保罗他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里边 他讲到重生得救 他也讲到重生得救 在我们里边 他带来那个生命的改变 特别是这个重生得救 在我们里边 他带来一个地位上的改变 这个地位上的改变 就是我们今天都做了神的仆人 这个不是说某一个人做神的仆人 不是说保罗是做神的仆人 提摩泰是做神的仆人 希腊是做神的仆人 或者你说彼得 或者你说雅各 保罗他在说 我们重生得救的神儿女 神的救恩在我们里边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边 都做成了一个地位的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我们现今成了神的仆人 那么教会的历史上 确实曾经出现过 叫做圣品阶级的那个错误 所以神的仆人就变成了少数人的一个头衔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神的旨意和神的工作不是这样的 这个地位的转变不是少数人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神儿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 我们既是蒙恩的儿女 我们也献上自己 我们做神的仆人 做神的儿女是讲到 我们在救恩里的地位 那么做神的仆人 是讲到我们在神的旨意和工作里的地位 这个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带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果子 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 那我们有一点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 你把我们召聚到主 你是恩宝座的前面 我们愿主 你打开天上的粮仓 哦主啊 是生命之道的福气 你就倾倒在我们这一般的人身上 教我们能够听见主 你向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就能够说 主啊 你既穿山越岭 你来寻找我们 我们就愿意起身 快跑的 我们来跟随你 主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仰望 教在主 你同在荣耀的当中 使讲的和说的 我们都一同的在你面前蒙恩 主啊 我们感谢你 靠主耶稣的圣明祷告 阿们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旧约的圣经的里边 是一共是有17卷的先知书 那么5卷是大的先知书 12卷是小先知书 那么分别呢 是从16位的先知 所传讲的信息的里边 那么记录下来的 那么其中记录到耶利米 这个做先知的信息呢 有两卷书 那么一卷是耶利米书 那么一卷呢 是耶利米埃哥 所以我们说是17卷的先知书 一共是16位的先知 那如果我们不是照着旧约里 先知书的那个历史的排列 我们而是照着这16位先知 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浮世的历史的年代 那么前后呢 一共大约有400年的左右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先知之所以他们蒙昭受感而说话 是和以色列历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有关系的 弟兄姊妹 那就是他们的被炉 所以我们大致 我们可以把17卷的先知书 我们分在三个跟被炉有关系的历史的时期的里边 那么第一个是被炉前 那么第二个是被炉中 那么第三个是被炉归回 那么我们说耶利米书 是属于被炉中的那一个历史的时期 因为先知耶利米 他是耶路撒冷城遭难的一个见证人 所以他在耶利米九章一节的里边 他有一句话说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那么读经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 耶利米哀歌是先知 耶利米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他放火烧毁耶路撒冷圣城 和城里的圣殿的那个火光的当中 他在眼泪里边写成的祷告的话 那么虽然在这个四百年的历史的里边 那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犹大 他们两国的经历是很不同的 而且面对的这个环境呢 也是不同的 北国呢 他们是受到亚述的威胁 而南国的逼迫呢 主要是来自于埃及和巴比伦 那么北国他们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 他们拜金有毒 南国呢 是爱世界 他们总是去寻求埃及的帮助 而且在这个十六位的先知的当中 他们前后生活的年代和服事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说先知耶利米和以赛亚 他们当然是南国的犹大人 但是我们若是以为他们既然是南国的犹大人 所以呢 他们蒙昭做先知 那么就应该理所当然的留在南国犹大 那么我们就错了 因为先知阿摩斯 他也是南国的犹大人 但是他蒙昭做先知 却没有留在南国犹大 而是往北国以色列去做先知了 先知 俄巴迪亚和耶利米生活的年代 他们两个人相差两百年 先知 耶利米和先知 马拉基生活的年代 又相差两百年 所以我们从先知的信息里边看见 这一段四百年的历史前后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 先知的信息 他们从头到尾 他们的主题是一致的 是十六位的先知 十七卷的先知书信 他们是完全是不同的历史的背景 他们是不同的历史的年代 但是他们的主题是一致的 那就是三个要点 神的旨意 神的工作和神的应许 在被掳之前 在被掳之中 在被掳以后的归回的里边 神的旨意 神的工作和神的应许 这是先知书的一个总纲 那么也就是说 以色列他们在历史地上的这些的经历 无论他们是繁荣昌盛也好 他们是亡国被掳也好 那么他们有朝一日 他们靠着神的恩典 他们被掳归回也好 都是因着神向他们有旨意 有工作 有应许 所以先知的信息就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必须把地上的经历 放到天上的宝座那里去看 要把地上的这一些的繁荣昌盛也好 他们的这个被掳和被掳归回 在难处中也好 都要放到神的旨意 神的工作和应许里边看 要不然的话 他们前面一定是死路一条的 他们的命运 不过是和世上列国的那个兴衰是一样的 这就是先知书信息的一个主题 以色列的前途 不管是好是坏 从来就不在亚述 埃及 巴比伦 或者说是波斯 希腊 罗马帝国的手里 以色列的前途也不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以色列的前途是在神的旨意 神的应许 神的工作的里边 以色列的前途是在神的手里 没有一天 没有一年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 是突发的 是偶然的 这是先知书里边 一个非常突出 非常明确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都知道 在先知书的这个信息的里边 预言以色列人的背鲁和归回的 这方面的信息 最丰富 最明确 最集中的一卷书 那么是先知以赛亚的以赛亚书 那么先知以赛亚 他是生活在主前 大约是七百四十年左右 而波斯王古列将军 他下诏 叫贝鲁的犹太人 归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去重建圣殿 那么是主前五百三十八年 从主前七百四十年 到主前五百三十八年 两下相割要有两百年 那么据说古列将军 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 他认为古今中外 大概就是他是最伟大的君王 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恩准 被掳的这个犹太人 他回去重建圣殿 他非常的为此而感到骄傲 所以他认为自己 大概是可以在历史上面 被记录下来的少数的伟大君王之一 换一句话说 他看自己是名垂青史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 他身边就有一位熟悉旧约 和以色列历史的书记官 就在他身边就提醒 这位自大的古列将军说 他说你确实是名垂青史的 不过不是在你身后 是在你生前 所以这一句话 把古列将军就说了 就糊涂了 人要名垂青史 那么都是要在他身后的 怎么在我生前 我就可以名垂青史呢 这一位书记官 就把以赛亚书 两百年前的先知的预言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 指给他看 有关古列这个人 和这个人要向着 被掳的以色列民 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早在这一位古列将军 出生前的两百多年 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 已经清楚的都已经预言了 连名字都是不差的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们需要从先知书的信息里边 我们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无论是从个人 还是从团体的来说 我们一切的经历 个人的经历也好 教会的经历也好 我们一切的经历 必须是放在神的旨意 神的工作和神的应许下面来看的 地上一切的经历 必须是在天上宝座的眼光下面来看的 这就是以赛所书里边讲的 主的救恩是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弟兄姊妹 这不是讲到将来的事情 这不是讲到虚无缥缈 挂在半空当中的苹果 这么虚无的事情 这是很实在的事情 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事情 就是要叫我们把地上一切的经历 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来看 它是这个意思 在以赛亚五十五章九节 那里就有一句话说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当年巴比伦的逼迫临到南国犹大的时候 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一而再 再而三的就向以色列的百姓们说 他的旨意和他的工作 是最终是为着要把他们带去巴比伦 也就是说他们今天一切的难处 都是为着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他的百姓带去巴比伦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在地上一切的经历的里边 神的那个旨意 神没有向他们隐瞒 所以神就一而再再而三地 借着先知耶利米 把神的心意说在他们眼前 无论他们中间是有人跟着假先知 要死守耶路撒冷城 或者他们以后又逃到埃及去 最终整个的南国犹大 他们是要全体都被带到巴比伦去的 那么等到七十年以后 他们要归回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觉得 那只有那些从耶路撒冷被掳去的人 才是最有资格归回的人吗 是不是因为是哪里来哪里去吗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即使古列将军他下了诏书 归回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因为什么呢 因为被掳来的那些犹太人 他们早已经都被埋在巴比伦的黄土下面了 七十年过去了 整个一代人都已经倒在巴比伦了 但是神的工作是叫我们完全跌破了眼镜 被掳的是父亲 归回的是儿子 那些第二代的 在巴比伦出生新一代的人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 要叫他们从他们的出生地 是巴比伦 要回到一个对他们来讲 是完全陌生的圣城和圣殿 是极其不合情理的事情 今天若是这个呼召临到你的话 我可以肯定说弟兄姊妹 在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是愿意来回应这个呼召的 但是你说稀奇不稀奇 被掳归回就坐在这些人的中间 所以以色拉基一章里边就有一句话说 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他当然也激动了犹大和汴亚米 那些第二代出生在巴比伦人的那些人的心 所以弟兄姊妹 神的旨意 神的工作 神的应许 是我们在地上一切经历的开始 也是过程 也是总结 这就是十七卷先知书的一个主题 虽然现在已经是三月了 但是弟兄姊妹 我里边有一个感觉 我们面对新的一年 2022年 比起过去的那一年 不算是一个很太平的一年 今年的疫情也好 美国的政治前途也好 现在世界上的这个整个的大环境也好 教会的见证和个人的生活也好 我们前面实在是有太多的不可知 不可预测的那个挑战 弟兄姊妹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是站在地上经历的地位 还是站在天上宝座的那个地位 我们来展望新的一年 这是我想借着先知书的信息 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 当神达法写之耶利米 要把他心中的旨意 工作应许 说给以色列百姓听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 我们都知道是在被掳中的那个时期 他们的周围的环境 还有以色列百姓的 他们里边的光景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因为到处都瞒了这个打仗的声音 他们是在民攻打民 国攻打国的这个混乱的这个当中 但是先知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知道神的心意 你们首先必须要恢复站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 所以神就透过先知呼召以色列百姓说 我的仆人雅各 神没有说我的儿女雅各 确实以色列是他的儿女 神在这里也没有说我的百姓雅各 确实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 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 但是神在这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说我的仆人雅各 那么从这句话 我们一方面我们就知道 以色列人当时那个刚硬 悖逆那个混乱的光景 那么在当时是把比伦的大军就已经压尽了 那么他们都已经被包围了 那么南国犹大是从上到下 充满了那种混乱的 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的光景 叫百姓们 叫犹大国的那些百姓们 他们走投无路的 这个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你在那种的情况下面 你是看不见前面有什么出路的 那么先知的信息 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个就是叫以色列人 说你们要顺服 说你们要接受眼下的那个局面 因为这个眼下的这个局面 虽然是混乱 虽然是艰难 但是在这一些的经历的当中 神有一个不变的旨意 神有一个不变的一个工作 神在这个局面的当中 也有他的应许的 那么神的这个旨意工作和应许 是为了他可以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他存留于中 虽然他们眼前是失败了 但是以色列的敬拜不会失败 那么或许他们若是听神的话的话 他们可以保住圣城 他们可以保住圣殿 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拒绝了 他们的眼睛 他们只是看着地上的经历 他们是站在地上的经历 看地上的经历 那当然看来看去就是死路一条的 弟兄姊妹 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我们再三地跟弟兄姊妹讲 今天地上一切的经历 你要把它拿到宝座的地位上去看 才能看到前面的出路的 所以神第一次他们没有听神的话 神就再拆遣先知说 你再向他们说话 连先知到后来在神的面前都已经丧气了 但是神叫先知再向以色列人说话 说巴比伦大军如果是大军压境的话 他说你要放弃抵抗 你不要逃跑 你要接受被掳巴比伦的这一个事实 那么圣城圣殿 那么或者我们说当然是圣城和圣殿 是代表以色列的敬拜 那么仍然是可以在他们的手里 是可以得着保全的 但是他们又拒绝了 因为你站在地上的这个经历的里边 你来看地上的经历 我们刚才讲过了 那人的眼光一定是短浅的 一定是看不到前面的路 不是神没有向他们说话 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话 他们不愿意听神向他们说的话 他们也因此看先知耶利米 他们就说先知耶利米 你是在南国犹大中间的那个内应 你是那个奸细 所以他们就把耶利米的先知 下在淤泥坑的里边 他们要强逼他 说是你不可以开口再传神的旨意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们不是拒绝先知 而是拒绝差遣先知说话的事 他们不只是拒绝了事 他们是仆人拒绝了主人 他们失去了站在仆人的那个地位 最终犹大国是落在彻底失败的经地的里边 那么不但我们都知道那一段的历史 不断是百姓被掳巴比伦 而且连圣城圣殿都被毁坏了 弟兄姊妹 如果他们有机会痛定思痛 他们回想自己到底是为什么失败的 他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难道是因为巴比伦太强大了吗 难道是因为他们太弱小了吗 他们一定能够想得起来 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们的呼召 在耶利米书46章27节 神在那里呼召以色列说 我的仆人雅各啊 弟兄姊妹 他们离开了做仆人的地位 以色列他们在神的面前离开了 那个做仆人的地位 这就是以色列为什么会失败的根源 什么时候以色列在神面前离开了那个地位 什么时候他们就一定是落在失败的里边 这是圣经的历史和以色列的历史 都反复证明了的一个事实 雅各做仆人 是以色列站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 那么今天在新约的时代 保罗就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对我们说 他说岂不知你们因着爱子宝血的救恩 是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神的努普玛 弟兄姊妹 这也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地位 虽然以色列的历史是会过去的 但是这个地位在神儿女的身上 是永远不会过去的 而且还要一直的继续下去 那些历史历代跟随神的人 像亚伯拉罕也好 雅各也好 约瑟也好 摩西大位 他们当然是懂得的 他们懂得一个道理 他们懂得一个实际 叫做什么 叫做做神门爱的儿女 但是弟兄姊妹 他们更懂得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神的面前 他们是在神的旨意和工作的里面 他们是做仆人的 所以不但是亚伯拉罕 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摩西一直到耶利米 一直到亚伯拉罕 但以撒亚各的后代以色列人 神就把他们称作是我的仆人 他们是做儿女的 这一点都没有错的 但是神说 你们是我的仆人 保罗就在罗马六章里面 就跟我们说 我们是神的仆人 当初那个逼迫教会的扫罗 他在大马色城外的大光中 他被主扑倒了以后 他写信给各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头一句话上来就把自己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 那么这个仆人和耶利米书四十六章里面 所讲到的那个仆人是一个字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成为神蒙爱的儿女 这是不错的 这个在真理上面 在我们的生命经历里边 是千真万确的 许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主日波饼聚会的时候 都是这样祷告的 这是我们在主的救恩里边的一个地位 在先知书的里边 先知这个以色列的名字 除了叫雅各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以法莲 以法莲是一个失望的名字 雅各是一个有福的名字 雅各是一个得胜的名字 那么以法莲是个羞辱和败坏的名字 是一个浪子的名字 但是神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那里 他仍然呼喊 耶利米书他仍然呼喊 以色列人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 是可喜悦的孩子 弟兄姊妹 虽然说我们生命的经历 常常是跟不上那个做神儿女的地位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泄气 不要受到仇敌那个谎言的欺骗 因为我们重生得救 就是做了神蒙爱的儿女 这个地位在基督的宝血的里边 一旦做成就永不改变的 这是我们蒙恩做神的儿女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不但是做儿女 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也是做仆人 做儿女我们刚才说了 是我们在主的救恩里边的地位 做仆人是我们在主的旨意和工作里边的地位 所以神要叫先知去呼召以色列人说 我的仆人雅各啊 因为在那个时候 人人都去忙着自己的事情了 人人都单顾自己的事情了 人所有的眼光都被地上的精力捆绑住了以后 以色列就离开了那个地位 就是做神仆人的地位 所以他们要知道神的心意 他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 神的工作是如何 神的应许是如何的话 那么先知就是蒙神的差遣说 你们首先要回到一个地位 就是做神的仆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面对新的一年 我们说我们凡事都要寻求主在我们个人和教会身上的旨意 我们愿意 我们实在是心里 我们巴不得愿意看见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 是照着他的应许 是照着他的旨意 丰丰富富的 充充足足的成就在我们中间 但是我们知道吗 有一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有没有站到神仆人的那个地位上去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站在天上宝座的地位来看地上的经历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放在神仆人的那个地位 我们来看地上的经历 你离开这个两个问题 你离开这个两点 你来看今天所有地上一切的经历 都是无头的答案 我们从出埃及的第二十一章 我们就知道说 以色列人他们做神的仆人 以色列人他们做仆人 按照摩西律法的定规 他只需要坐满六年 那么到了第七年 所有做仆人的 他们就可以重新地得回他们的自由 但是在他们中间 他们因着主人丰盛的慈爱和恩典 他们不愿意离开主人的家 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 若是为着自由 人是把可以生命和爱情都抛弃了 是吧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格高 若为自由 故两者皆可包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我们就讲 自由好像是价格是很贵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做仆人的 在出埃及的二十一章 他就讲 他心里清楚地知道说 连这个宝贵的自由 都比不上主人向他的慈爱 那他就情愿丢弃他的自由 他甘愿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仆人 都献给主人 那么他在主人家中就做仆人 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律法就有一个定规 就说他就要到以色列的审判官那边 要把自己的头靠在门框上 然后这个主人他来用锥子穿了他的耳朵 出埃及二十一章六节就说 他说从此以后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弟兄姊妹 这就是神对雅各做仆人的护照 我们说当然是爱的故事 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以为 做仆人只要有爱的故事就可以了 做仆人也是爱的选择 使这一个做仆人 他因着主人的爱 他把他自己陷在主人的手中 他说我一生一世都不离开你 我要做你的仆人 永远的来服侍你 所以这个选择就是锥子穿过耳朵的选择 说到做神的仆人 诗篇123篇就告诉我们 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那就是手和眼睛 那么照着我们的道理 手一定是在仆人身上的 对不对 因为他要用它来奋力的 为主人做工啊 所以仆人若是没有手了 他怎么做仆人呢 那么眼睛一定是长在主人身上的 因为主人要用眼睛来监督 来验收仆人的工作 但是弟兄姊妹 你说稀奇不稀奇在诗篇123篇 这里边的次序正好是颠倒了一个个 你看见眼睛是在仆人的身上 而手却是在主人的身上 弟兄姊妹 这就是说到我们在神面前做仆人的那条路 许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被神的爱所感动 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仆人 但是做仆人的那条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感谢主 就是诗篇第123篇 圣经说到手啊 他都是指着工作和做工讲的 所以诗人他在这里说主人的手 那么就说明这个主人他是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是做工不停歇的一位主人 看这个字在原文和大多数的英文的翻译的版本里边 都是用眼睛来对准那个意思 也就是你的目光专注不离开的那个意思 我们常常听见服侍的弟兄姊妹 彼此的鼓励也劝勉我们说 我们做神的仆人就要竭力为主做工 就是宁可摸光也不秀光 这句话当然是没有错的 但是弟兄姊妹 他只说到了做神仆人的一个方面 诗篇123篇 他是说到做仆人 你要怎么能够做成神的仆人 你到神面前去得知那个地位的那一条路 那另外一个方面 诗人在他的祷告里说 他说他做耶和华的仆人 有一个最要紧的工作 比做工还重要 那就是看 那就是把眼光对准主人做工的手 是怎么也不离开 所以我们看见了吗 做神的仆人 他的磨光不是在手上 不是在力气上 他的磨光的地方是在眼睛的上面 我们不否认一个事实 那就是做神的仆人 我们当然是要奋力的做主工 我们要服事 但是诗篇123篇的祷告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做工的仆人 他不但手上要有工作 他里边更要有一个生命的性格 就是他会定睛 他会专注在主人的旨意 和主人的工作上 仆人的眼睛决定了仆人的手 而主人的手决定了仆人的眼睛 这个次序若是颠倒过来的话 那今天我们一切的服事 都成为虚空的虚空 没有一点意义的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是面对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我们都知道美国人有一个风俗 就叫做是新年励志 New Year's Resolution 我们展望新的一年 我们讲到神家的见证 我们讲到我们个人的计划 我想问你的第三个问题 如果新年励志只允许我们在一双手和一双眼 眼睛这两个之间做一个选择 你不能做两者兼得的选择 你只能在一双手和一双眼睛之间 你做这个选择的话 你到底选哪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耶利米46章27到28节 那么这里的三句话 第一句话 在27节那里 神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那么这个远方 第一是时间上的 因为当时南国犹大正被那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围的 真是水泄不通 尼布贾尼萨他已经两次攻占过这个耶路撒冷城了 他还要第三次前来攻占和掳掠耶路撒冷城 所以犹大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应付眼前的难处 跟我们今天忙着应付疫情的难处 忙着应付美国国内的难处 忙着应付这个俄乌战争世界上的难处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他们对先知的预言 说到他们说是照远方的拯救 说到他们被掳巴比伦 七十年以后要得蒙神的拯救 他们的耳朵都是塞住的 他们觉得这些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太遥远了 所以神差遣先知 对以色列人讲 你们若是回到在我面前做仆人的那个地位 你就一定要看远方的拯救 不能看近处的难处 那么第二个 这个远方也是在信心上的 因为被掳 因为他们两次被攻占了 第三次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打不赢的 所以他们还要在那里备战 是不是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被逼到一个地步 他们不得不迎头 要和尼布贾尼萨有一战 但是他们里边是泄气的 他们里边那个光景是垂头丧气的 那么就像以赛亚四十九章十四节那里说 连西安都会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们 主忘记了我们 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 当我们个人和团体是落在同样的光景里的时候 我们会说同样的话的 我们也会这样说的 仇敌这个时候 他来拆毁神的家 来拆毁神儿女的信心是最容易的 这个实在是仇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也是神造就他儿女的机会 造就他仆人的机会 所以神就感动先知来向做仆人的雅各 说信心里边的话 要打开他们信心里边的眼睛 叫他们看见远处的拯救 弟兄姊妹 这是第一点 我们做神的仆人 就是要学会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远方的拯救 不要一味的在近处求解脱 我们觉得神只要把我们从眼前的难处的下面 拯救过来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感谢神感谢神了 不是的 你要看见远方的拯救 这才叫在神面前是做仆人的 第二句话是在二十八节那里说 他说我与你同在 你去看这个英文的翻译 你就可以知道 在这句话他用的是现在时代 圣经原文他有一个特点 英文他也有这个特点 这是用现在时代 他是讲一个永不改变的事实 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神对摩西说 说我是自有永有 神就是用着现在时代 神不是要将要与我们同在 也不是过去曾经与我们同在 那么这一句话准确一点的翻译 耶利米书四十六章二十八节说 我总与你们同在 神就告诉做仆人的雅各说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地的里边 我和你 你和我的同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那里他诗人经历了神的信使以后 他就有一句话说 他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意思就是我渴着救的飞 我飞要飞 我一直飞到大海的极处 在那里 神扶持我的右手 照样在我的身边 弟兄姊妹 这不是诗人里边的一个祷告 不是他里边的一个心愿 是他生命当中那个实际的经历 今天我们常常会问 疫情这样的肆虐 神在哪里 俄乌战争打得这么的不一乐乎 神在哪里 美国的政治环境 社会环境 这么恶劣的情况下面 神在哪里 教会的见证 神家的事情 遇见这样大的挑战 这样大的难处 神在哪里 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的 我们感谢神 神借着先知 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 即使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攻破 圣殿被烧毁的时候 即使是在犹大的百姓 被掳去巴比伦的路上 神的同在都没有一点改变的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神就告诉他们说 我也与你们一同同去的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第二点 做神的仆人 就要学会在混乱的环境的里边 能够牢牢地持守 神同在的那个时机 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 在讲到神的旨意 在讲到神的工作 神的应许的时候 都有一句口头禅 这个口头禅 是我们在重生得救 以前我们学来的 我们要改掉它 我们总是说 不知道啊 我打电话跟弟兄姊妹 在交通的时候 我们讲到神的旨意 讲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他总是讲 不知道啊 是怎么怎么 不知道 其实他是知道的 他习惯了这一句话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你是知道的 你要持守这个神同在的时机 你知道的 在你最难的时候 在你身边的亲人 都把你放弃的时候 有一位没有把你放弃 那就是我们的主 你是知道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做神的仆人 要学会在各样混乱的 环境的那个里边 我们要持守 这个神同在的时机 这就是神对 那个做仆人的雅各说 我与你同在 我总与你同在 那句话的意思 第三句话 我们刚才讲了 是在二十八节 结尾的那边 这是最难的一句话 神向以色列百姓 应许他的拯救 他的同在 是叫他们在难处的当中 他们心里头 仍然有指望 他们有平安 那么一面的来看 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 进到迦南地以后 神确实用他自己 就做了他们四围的火城 来保护他们 所以叫他们在这么不平安的一个环境的里边 他们四尽有平安 叫他们能够享受 迦南美地的丰富 但是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有的时候 神不得不抬起他的手来 容许那个周围的野兽 小狐狸进来来践踏这个园子 甚至进来吞吃神的百姓 但是在这里是有一个目的的 因为神说 雅各不清白 所以我要惩治他 惩治这个字在中文的翻译的里边 确实是一个很严厉的字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字 我们总是对神的话 我们有一点愁住不前的 但是在原文和大多数的英文的译本里边 这个字都是归正和管教的意思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吗 为什么神要把他立在他百姓周围的那个篱笆撤掉 不是单纯为着惩罚 而是为着那个做仆人的雅各 他能够认识神的道路 他能够找回他在神面前失落的那个地位 他能够回到神的路上来 所以在新约西伯来书十二章那里 就有一句话说 神管教我们 是要教我们得益处 这个益处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 人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 你怎么好好的说 你怎么用恩典待他 他总是学不会 他该学的那个功课的 那我女儿小的时候啊 他总喜欢去用手去摸那个煤气灶上的火 你怎么拦住他 怎么跟他讲道理 他都是不放弃的 那个时候他大概只有两岁多的时候 他就搬一个 刚刚会走一点路 他就要搬一个小凳子 踩着那个小凳子上面 要去摸那个煤气灶上的火 但是你怎么跟他讲 你怎么跟他讲道理 你怎么拦住他 这个我们不可能二十四期的去拦住他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去请教年长的姊妹 年长的姊妹就告诉我们说 说你们啊 必须要让他摸到一次 摸到这一次了 他以后下次就不再摸了 果然我们把保护的手松开以后 他一次永远就学会了 弟兄姊妹 虽然为着做仆人的雅各归正回到神的面前 神要用被掳来管教他们 但是神在这里明明白白的告诉以色列百姓说 我要从宽地惩治你 在管教之中是有恩典的 这是神的儿女们 他们在难处当中 在苦难的当中极大的安慰 因为神知道他百姓里边的光景 神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的 保罗在这一点上 他是非常了解神的心意和神的工作的 所以他在灵前十章里边 他就有一句话说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许多的时候 我们的光景是顺境的时候 我们说感谢主 但是逆境灵道 我们的感谢就说不出口了 所以先知要被神拆遣 来向做仆人的雅各来说 管教的话 也说管教中恩典的话 我们在休斯顿的医学中心 我们做了感谢主带领我们 做了一些传福音的工作 那么主就在那些癌症病人当中 主的福音就得了许多人 那么每次我和弟兄们 我们去看望那些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 他们虽然信主了 他们在主里边很有追求 但是另一方面 同时来讲 他们也是身上是非常重的病重 非常重的病重 那么我们去看望这些在病痛中的弟兄姊妹 每次我去看望 很稀奇的 主总是把罗马五章第三节的那句话 放在我里边 你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 我不是说他们的病痛就一定是主的管教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蒙昭是做神的仆人 你和我都是一样的 做仆人就要学会在难处的当中 看见神诸般的慈爱和怜悯 所以感谢主 那般身患绝症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的见证在这个点上 是非常非常明亮的 他们的见证也在医学中心的里边 得着更多的人 他们都愿意来听福音 他们都愿意来信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 仆人在乎主人的心意 仆人知道主人的心意 一个仆人他所求所想所做的 就是要成就主人的心意 这是做儿女和做仆人的不同之处 做儿女可以享受父母的丰富 父母的慈爱 但是做仆人 包罗在罗马六章里边劝勉我们 乃是把自己献上去 他没有自己 一个做仆人的他没有自己 只有他的主人 这是神借着先知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里边 向着以色列的呼召 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里边 冤神的话也得着我们 叫我们能够甘心的把自己献给主 叫他管教的手来制作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站在仆人的地位的上面 我们来侍奉神荣耀的旨意 这个旨意太荣耀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旨意成就的那一天快来到了 我们的主快来了 主我们实在是愿主在我们中间得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感谢主 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愿主你在你的话上面吹上生命的火气 因为你的话是活的 你的话是生命 主啊真是叫我们把你的话接到我们里边 从我们的府中就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主我们感谢你 愿主你祝福你的话语 也祝福你的家 能够持守你的真道 能够成为明光照耀的见证 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里边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主我们感谢你 靠主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们